伸著邪惡女 大刀 劈盡無理事 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半 條理龍毛蘭花系主理 現代蠔合掌 客家佬 牛精文 艷繼 大咪 啤梨 我回來第四節嗎? 第五節嗎? 第四節 現代蠔合掌 我是啤梨 現代蠔合掌 十五分鐘就差不多了 剛才那段影片我們也說了 接著我們就說Uber 為何我會說這段影片呢? 就見到吵架 掌元秋為何突然這麼激昏呢? 就因為他們不斷吵架暗戀的六八九 大家都知道我的立場一向很堅定 我的觀察力也不會錯 因為啤梨哥除了口舌面級之外 其實我對男女支持是最敏感的 所以哪些女主持喜歡我 我知道 所以我特地操作自己這麼肥 我可以避免一些無謂的煩惱 害到自己不緊要 令到別人好像客家老 有一個新疆妹 為她一輩子不嫁 現在五十多歲 多嬌淒涼 這些故事她又不在那裡 她說的 這些故事她不在客家猶中說 我就特地在那裡爆 大家網友上聽的 就麻煩叫她 閹雞有沒有說錯 剛才她說 你想想那個女人是新疆妹 第一 那個不是叫新疆妹 又說 每晚去吃粥病想了 說到現在都不想結婚 有沒有這樣說 你回答 但那個不是新疆妹 你回答吧 不是新疆妹 在哪裏 維吾爾 維吾爾 雲南 西雙瓣納 還是什麼狗 總而言之 這個我很敏感的 蔣麗雲 她根本是在年少的時候 她得不到性滿足 她雖然有兒子有女 她也有兒子 有兒子 她爸爸的掌陣 她小時候都捱過苦 她作為大家姐 有時候未必得到很多註事 OK 她一心一意很早結婚 嫁給她老公 但其實發覺婚後 她老公又不喜歡她 為什麼呢 我說她老公 我也喜歡蔣麗萍 蔣麗萍說了 但她好像是結婚不久 不是吧 你老公結婚不久 結婚不久 如果這樣也罪得下 那條男人肯定不是曼丁哥 不是曼南 不是曼南 她隨便找個老婆也好 真的好遲結婚 心內空虛 怎知道根本就滿足不了她 甚至乎 如果很遲結婚 她老公根本就不喜歡女人 只不過是 你找個女人來掩飾 她自己的交機 那個身份 需要掩飾 現在採號 Wingbo 你走出來 你出櫃 我們支持你 蔣麗雲 一面的愛 一面的心思 投射了一些 父權很強 很猛的 像他爸爸那樣 在良心英心上 可惜 雙女有夢 不是 神女有夢 雙王就冒心 雙王的男人 真是好像剛才的首歌 段奏昏徒 跟她那些 張志剛 那些 兆善波 都搞了一堆 女兒又不像龍蝦 又不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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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見到 一群大舊 像玉敏那些 阿摩 那些 兆賊689 兆賊689 她不想像她 就出來和她們吵架 剛才的片段小聲 大致上都是說過那些 哎呀你這個死產 那些大舅就說 我說你老爸 蔣鎮 人家是國軍 怎麼都去好 大致是這樣 大家去 回網上聽 走出去 看到長毛 在咪兜上 又說 你要滾出去 那些事情 很多人覺得這些很失禮 我要評價這段 正正是相反 我認為是未夠失禮 因為這個議會 你要再失禮一點 好像剛才曾玉成所說 你們在電視機上做夠表演了沒有 做夠又怎樣 根本不會有人看 有多少人看 有多少人留意 所以我認為 如果我被你 我說過很多次 我完全沒有興趣去參選 去參選的話 我唯一的動力 打 其實就是蔣麗雲 大舊 口舌 不算很凌厲 我們認識她 不算很口舌便級 但是說那幾句 挺妖心妖肺的 又說什麼 你老爸 什麼國軍共軍 都說得夠夠 意思是說 你老爸是抗日的人 是抗共的 你這個混蛋 意思是這樣 走去投共 領共產黨 但是說得不好 很夠靈媚 屌你老母 阿玉敏就說 你找到機關槍射我 如果我進去 我大大聲 因為最多被人抗 被人抗 就當然了 臭蟹 你這個蟹有蟑螂 你老母 求共是你 你老爸當年打算揹個炸彈去 你老爸炸過日本 炸過共產黨 你走去領共產黨 屁股洞 還說好人有型 你不斷狂屌他 喂 他這些人 很老百猶 其實你看到 他是敗走的 他走出議會的樣子 其實他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 喂 我們這些嘴巴不收 喊這個什麼八婆交 我們還沒輸過 所以我真的要積極考慮 蔣麗雲 你這個混蛋 如果這個混蛋 你倆他都應該繼續選 不過他配好票 我看看他怎麼想辦法 他先搞搞搞 記不記得去年 劉晶雯去參選 他那張蔣麗雲 七點多走來 你一來到 我們還沒睡醒 他第一個 我心情不好 為什麼呢 一見到他就屌出他 嘩 你兩句都不夠 一說他老爸就不夠 你一說他老爸就不夠 你一說他老爸 你一說他老爸 就走不及了 你一說他老爸 好 先講講Uber 首先我們有新名的身份 我是一個 Uber driver 雖然我還沒接過 call 是啊 我有的 我申請很早 都幾個月結了 但我還沒接過 call 怎麼搞的 現在的士佬 這個人我先講講 最好笑的是 全港的士關注非法 載客取囚大聯盟 有一條人叫吳昆成 這個人說 這兩天他們會做萬事 如果政府再不回應 他們就不排除佔領 但問題就是 佔路 佔路 但問題就是 這個人就被人踢爆 當日他的樣子 就去吵架 別人佔路 佔中 然後他又去做什麼 又去申請那個司法 司法複核 這樣那樣 現在就說不排除佔領 客家佬你先說幾句 的士佬 這條人 你這混蛋 又不是 想當日佔中時間 打算有賤 三千萬 即是 我雖然也不是自在那幾千萬問題 打算幫阿爺做事 以為阿爺 吵架會給你 好了 糟糕了 今時今日有報應 吵架 吵架 快沒得了 快要吃了 吵架 現在就自己脫雞 看看你會怎麼死 這樣說 我們不要撇開Uber Uber 有排沒有排 能否影響的士佬 如果他真的出來佔領 你知不支持 大家佬 支持 我為什麼要支持 吵架 閹雞呢 呃 抵他死 不行 我內心也是覺得他抵他死 但如果他真的有種出來佔領 我一定支持 我做不到這件事 吵架 我藉著他出來佔領 我們去支持 所謂支持就是 起碼鼓動風潮 又再佔領多次 跟著那件事 為什麼呢 根據過去的歷史 的士 的士佬 公共工具 好像我們八四年有一次暴動 都是的士而起的 你這時間不會做的 他在後面貼著那些什麼人 他到時說話交易 我知道 他如果真的做 我意思 我真的不真的 如果他真的做 我們一定要出來支持 總而言之 什麼藉口也好 有機會佔路 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厲害了當日 雞龍說 你放雞出來 我知道 我知道他不會做 我是說大家想事 一定要是這樣 你們很直接的反應 當然不幫他 但如果我們在政治鬥爭之下 假如他真的出來佔領 成為建制的敵人 那就真的要秉氣前驗 在那一剎那 一定支持他 雖然我認為的士佬是活該死 是活該死的 節目時間不多 喂 你為什麼會這麼奇怪 你們出來佔領 他們說你妨礙賺食 有一幫人就是 你媽爺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你媽爺著素 但有一幫人是真心覺得 你妨礙賺食 OK 而他又 他就不會跟你辯論 你們爭取的事情 可能 說真的 可能我們爭取到一個民選 一個民主的政府 他們都不用這麼淒涼 他們不會去想 到現在自己感覺到 利益受到選擇的時候 就糾點夠這麼吵 老實說 的士要糟糕就緊了 最主要就是服務非常不好 OK 那我們先不要說 非不非法 合不合法 阿嚴仔 你寧願答合法 但是很崩周 給你面色看兜路 還是已經回答非法 但是很好服務 過前過後 車又準時 那當然 最重要是用家 就是方便 是 對用 隨時叫車就馬上有 其實合法非法 還要去判 法庭判 的士一定是合法 但Uber這種 扣過Apps 做會員制 是不是非法呢 老實說 你真的要香港 說法庭判 現在看款式 的士路就輸了 OK 我很想知道 為何的士路 他們這麼奇怪 今時今日的排 他們的士司機 是最濕化的 在這件事上 賺錢上面 於是他們遷路 Uber遷路 但其實 最大影響 將會是什麼 是的士的排價 我們經常說 為何的士路 為何有拒載 這麼不驚訝 你覺得 為何他們會這樣 即是的士路的心態 的士路 我想應該是 如果現在主要是 接水貨客 是 就賺得多 是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九龍車沒有這麼多水貨客 為何他們的態度 譬如是兜路 尷尬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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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二代 尷尬你了 尷尬你了 又說剛剛膠肩 即是很不Youserfanny 完全令你覺得 貼錢買爛壽 李仲誠又說 這麼辛苦才能找到 那萬多元 你覺得 為何他們的態度 這麼差 主要 如果和 不要說和九七比 你主要 都是這樣說 雖然香港人本身 質素不是那麼高 相對來說 你經過17年之後 共產黨的殖民政法 你追求了這麼多人 始終人的質素 是向下滑的 不用說什麼 有時候你打到的士就知道 我不是特地說 奇不奇事的問題 很多人都說 下來香港多久 都是所謂叫做新的移民 你不跟九七之前 那些人的質素比 我會從這個角度去看 這樣說 我很少乘的士 我自己開車 但是 你說的士路多不多 新移民 我覺得似乎都不是很多 我覺得的士路的態度是這樣 有幾件事形成的 第一件事 首先 他們以前被迫的士路 先 如果開幾十年車 那些第一路 第二可能是車主 這輛車出來 是收租的 我覺得現在的士路 可能是以前 在舊經濟的活動之前 有一份工作 可能是做廠 或者做廣告 或者做舞台劇 做網台 都不奇怪 但現在是搞不定 在他自己心目中 於是他開的士 他覺得委屈 這是其一 但最主要就是 他開的士裡面 找不到他要的東西 就是足夠的 眾所周知 現在開的士 正正常實 鎮鎮鎮拿的 賺1萬多元 如果說 因為我有多朋友做的士 2萬多元也是賺到的 但2萬多元 今天要養家 就是正當英年 其實已經是賺一萬多元 不要說那些娛樂 你要付出很多 可能要用時間追12小時 而賺的錢又不能夠達到一定程度的生活 他自不然是有怨氣的 但是我就覺得他們的怨氣是發洩錯了 怨氣並不是來自搞搞鎮的香港人 他們還沒搞清楚 最主要為什麼他們會賺不到錢 首先就是 加幅不夠的 因為我們會有個交通支送委員會去批 而且的士他們自己業界都會反對 因為加價會減少客 但是那個牌價就太貴 而牌價太貴 車租就一定要貴 因為即使是兩厘三厘都好 如果牌價炒到七百多萬的時候 他要吸引人家繼續炒牌 他一定要付兩三厘的回報 即是接貨的買家 接貨的買家要收到兩三厘 給七百多萬 他一定要車租貴 因為車租第一輛的車有折損 要整車 其實還有很多無形的支出 加上自從九八年之後 其實就freeze了 沒有再發牌 是不夠競爭 不夠競爭 而他們又不願意去做一些 好像現在的apps 或者叫台八部電話 那些危險的東西 於是就要選客 濫收車資 這樣的平衡心理 不夠膽攬收車資機 沒人放射 馬克丘裏面給說話你聽 我搭新的士差不多每次都沒有人吵 幸好我開車 為甚麼呢 無論端端的士人很喜歡我 好像我這樣 很喜歡鬧人聊天 你鬧人聊天 你看看我那些人 你無論端端說 哎呀 你們兩個那些年輕人 什麼都吵 以前我們這樣這樣這樣 不理會你了 不要養你好不好 沒有呀 吵架 我們以前 說到自己以前多有型 多偉大 活該你那些吵架 拿的士 吵架 你完全不體諒 現在的年輕人是怎樣生活的 你那些吵架 你出來佔領 我吵架 我肯定去司法覆下你那些吵架 下次回來再說 你再去支持嗎